他该不会去找陆青 就按那个戒指 陆青 你看到任叙了吗 没有啊 喂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 我明白 我知道了 你上午 我上午出去了一趟 然后找别人带班 不过一会儿我就回来了 喂 四七 我有话想对你说 想说什么 是分手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男人就要勇敢承认 我承认什么呀 承认 你不敢说 我来说 你想爬上枝头当凤华 所以你拍上陆青 把我给踹开 是吗 我哪有 你还敢说没有 我就是没有 那戒指怎么回事 戒指 你看到了 废话 我戴看见了 我没瞎 我说这个陆青大小姐 怎么会那么容易的 答应你那么寒酸的求婚 还迫不及待的 把戒指给戴上了 我没给陆青啊 那戒指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我准备向你求婚的鑽石戒指 那戒指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我怎么可能送给他 我疯了吗 我送他 他 这 那么细 他再细他也是钻石戒指 而且买这个的价格可以买一个可像样的黄金戒指 我怎么就没看出他是个钻戒啊 看不出来吗 不是 这个呀 你得在灯下面看 这仔细看 还是挺闪的 就知道你不满意 把他退了 谁说我不满意啊 满意 你这 你这 你答应了啊 你答应了啊 我答应求婚 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要去巴黎 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结婚 你 温宵 虽然知道 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一切 但你为我做的努力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你们的检查报告我看了 严冬的配型不符合 而林晚霞的配型是符合的 但是由于年纪过大 器官老化 而且还带有轻微的动脉硬化 和高血压 如果你做手术的话 危险度极高啊 我愿意接受 哪怕死在手术台上 我不会怨任何人的 医生 还有别的办法吗 别的办法 尸体移植 我想要等很长时间 活体移植的话 按医院规定 必须得有亲属的证明 亲属 也就是说 父亲也可以是吧 对 阿姨 我要跟严夏求婚 求婚 是让你看 是钻戒 什么时候结婚啊 就因为这事 快愁死我了 怎么了 这家伙 只送钻戒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你说他 是不是后悔了 怎么可能 戒指都送了 那为什么 就没有下文了呢 哪有这样求婚的 刚买完戒指 只剩下三万块钱 去巴黎是没问题的 婚礼不能太寒酸吧 思琪 你不会是想要那种 特别豪华的婚礼吧 怎么可能 把它卖了都不够吗 我就想两个人 好好过日子 这 结婚不就是两个人 扯个证的事吗 然后两家长辈在一块 吃个饭就行了 婚礼呢 婚纱呢 婚纱照不拍了 这个剪的 婚纱 你帮我做一套就行了 婚礼嘛 大家的朋友 一块去海边 大家拍点视频 拍点照片 就OK了 没想到 你为这个人 去改变得还真多 思琪 筹备婚礼这种事情 不一定非要难方做的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主动 对 严霞你怎么了 没事 你可以主动 对 严霞你怎么了 喂 任逊 哎 严霞啊 我现在过去找你 有点事儿 找我啊 对对对 我马上就到啊 那你等我 等我啊 任逊来了 他又来着 他又来着 怎么了 严霞 我 想思琪求婚了 那不挺好吗 但是 我算了一下 我手头上 就三万块 所以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是 说吧 能不能借我点钱 你们的话 都不得了 到我们一面里 就能够了